香港反逃犯条例示威多次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港府直接就把矛头指向示威者 归咎抗议行动导致游客人数暴跌 影响了香港的经济 种种的指责迫使港民第四度召开 民间记者会驳斥 反指721元朗袭击事件后的一个星期内 对香港发出旅游警示的国家就从四个增加到十个 六月之后申请香港拘留权 台湾拘留权的数字也同比增加将近五成 从反逃犯条例示威 到元朗袭击 还演机会 机场瘫痪 如今的香港社会没有最乱 只有更乱 不过种种乱象是要归咎政府不回应五大诉求 还是示威者破坏秩序 港府和港民相互指责 关老爷日前更矛头对准示威者 强调8月首10天的游客人数暴跌三成以上 让香港经济命脉大受影响 不过如此大的罪名 今天召开的第四场民间记者会 原封不动还给港府 更繁殖港府 借机独善其身 早在反送中运动之前 财政预算案和施政报告 已经预期经济将会急速下滑 特首都很清楚自去使用以来 本港的GDP增速一直放慢 如今突然东西的我打到逐一的我 将问题归咎于示威者身上 发言人在这场以关锦黑乱港或经济为主题的记者会 进步表示 多加国际信贷品级机构早就警告 拖垮香港经济的主因 是港府一再践踏法治和自由 同时点出反逃犯条例情绪高涨 加上锦黑勾结 香港开始出现移民潮 移民两个字 虽然很长重 但是为了下一代的自由和选择权 有不少的香港人只要考虑任命出路 根据台湾的内政部统计 六月之后申请赴台居留的数字 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五成 发言人也指出 目前有22个国家或地区对香港发出旅游警示 元朗袭击前只有四个国家 但袭击事件后的短短一个星期内 就增加到了十个 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据也显示 今年上半年 访港人数比去年同期有双位数升幅 但7月下旬 整体旅客就下跌三成 显然无法回旧6月初就爆发的抗议活动 发言人表示 港民为了守护香港 走上街头自救 但政府的回应是要人民斗人民 发言人也谴责港府 利用警黑势力打压民意 用维稳镇压的方式管制 并非解决问题 恳请港民认清事实 站在经济民生对立面的 到底是抗争者 还是管制失败的政府 同时强调 扭转局势只有回应五大诉求 请港民认清事实